欢迎回来 来看看这名机长很热血 他的名字叫做王峰 年薪高达300万元 但是缺他却甘愿开着20年的老车 穿着35元的袜子 不过每一年他花上百万元 将即将被安乐死的流浪狗给救回来 12年 因为断掉了 昨天特别把它全部都修好 因为还可以用 镜头前搞笑的介绍着自己车龄 20年的老爷车 他叫王峰 知名航空公司政机师 年薪300万的他 李当可以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 但为了流浪狗 他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 大人发的袜子 一双35块 披鞋冰城买 八塔的鞋子 50块马币 1500块 我继续穿得很高兴啊 我从新屋捞了20只 我们讲捞这个字是指 随身活乐之中把它拯救出来 这一天王峰带着最近刚抢救回来的小土狗 黄小弟来到诊所准备开刀 数万块的医疗费用 王峰说不是核心的问题 要如何帮狗找一个家 才是最最困难的 整件流浪动物最大 最心酸的 不光只是你烧钱 烧时间 狗死在你怀里 那家里又不能吸收 怎么办呢 要花很多时间去找它的任养家庭 已经收养五只流浪狗的王峰 说起其他宝贝 不时还会红了眼眶 或许外人不明白 但就一只算一只是他现阶段 最愚笨却也最实际的愿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